問社會不公 打政治不義 我是黃志賢 歡迎收看夜晚打拳 淹水 不是上個禮拜的淹 是又淹了 高雄怎麼又淹了 台灣過去十幾年來 一直到現在 花了最起碼4000億 外加2000億 以上的治水預算 可是雨一來 一定淹 保證淹 淹多久 隨你高興 台灣怎麼會落到今天這樣的地步 可是執政的人他的態度更重要 從態度坐雲爆裝甲車 微笑揮手好像在敗票 然後賴清德說反正就一定會淹 不可能不淹的嘛 但是副總統全家到金門去遊樂 這樣的態度是什麼 就是告訴你 沒關係 我不在乎你 我真的不在乎你 我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 你們的事是你們的事情 我最大 人性的卑劣跟自私 全部都呈現在這裡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我們就眼睜睜地看著這些人掌握權力 然後用腳踐踏人民嗎 可以這樣子嗎 那英文打權跟你保證絕對不會這個樣子 英文打權還要加長監督的時間 要延長成兩個小時 下個禮拜九月三號軍人節開始 英文打權兩個小時 我們會移到中視新聞台 中視新聞台在MOD的五百台 然後在系統台在一百台之後 每一天兩小時緊盯著這個執政的人 幫你一起監督 今天公平打權的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中國十八社長王峰 大家好 前監察委員葉耀鵬 大家好 立法委員王玉銘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張有華 大家好 陳建仁這個名字好久沒有聽到了 他彷彿消失在台灣的上空中 怎麼又出現了 他變裝戴著口罩 不要讓別人認出來 他由金門呢 他由金門什麼時候去啊 8月24號到26號 24號是什麼樣的日子 823炮戰不是 823當天晚上已經南台灣 已經開始淹水了嗎 可是他明明知道淹水 824早上搭著飛機跑到金門去 帶著夫人兩個女兒女婿 好歡樂 全家的家族私人旅行 這樣子的副總統 824去 而前一天的823 真正的823炮戰的紀念活動 總統副總統當然都沒有去 而他挑第二天去 這什麼意思 就是你823炮戰跟我無關 但是824我們家族要享樂趣 身邊有十二名隨戶 二十名便衣警員 三十二個人陪他們一起玩 然後呢他不想讓人家認出來 還要求陪同去他的玩樂的一個公司 叫做金酒公司跟陶瓷場 拍了他的照片要一個禮拜以後才可以PO上網 這個玉米委員厲害吧 我覺得陳建仁副總統真的是太荒唐也太誇張了 當南部的人民在這種水深火熱當中淹大水 他竟然還有閒情抑制跟著家人 而且三天兩夜的旅遊要有好有滿 沒有一個小時錯過的 請問我們的副總統位高權重 當全國發生這麼重大的水災事件 你可以當作跟你毫無關係 然後照吃照喝照玩 這不是很瞎什麼才叫很瞎 我覺得陳建仁副總統應該要出面 鄭重開個記者會跟國人道歉 到目前為止我沒有看到他這個動作 簡單發一個新聞稿 請問這算什麼 更何況中南部的從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長期通通支持民進黨 陳建仁副總統的故鄉還在高雄喔 高雄是823當天炮戰的時候 淹水很嚴重的地方 結果他竟然可以拋下高雄的人 然後自己去大玩特玩 而且他自己應該知道 這樣子是不太妥的 他戴口罩 戴帽子 變裝 你變裝還玩得下去 你如果當下覺得不妥 金門跟台灣有很遙遠嗎 馬上機票 你的小孩要繼續玩 我們沒意見 你應該要趕回來 你要分擔這個責任 他說陳建仁辦公室發表聲明說道歉 因為他職務上沒有法定的災防職權 然而身為政府團隊議員 因此造成國人觀感不佳 團隊蒙受批評 所以向國人致歉 所以他覺得 反正職務上沒有我該管的 那你副總統 除了坐在那邊等著以外 副總統沒有你該做的事情嗎 你沒有要跟國人共負國難的心情嗎 當前方吃緊 後方你在緊吃嗎 這是什麼樣子的觀感 就是我的家泡了水 然後你到金門去玩水嗎 當時在馬英九時代 八八風災的時候 行政院的秘書長 當時叫做薛香川 他在八月八號注意父親節 禮拜六是不用上班的 可是他仍然自己一個人開車 到行政院去加班 加到六點鐘 晚上陪著太太跟岳父 吃了一頓晚飯要慶祝父親節 那個時候還沒有任何的災情傳出 到當天晚上開始有災情 第二天八月九號 清晨小林村滅村 可是薛香川被輿論大肆批評 最後終於不敵最後下台 我們有的人覺得他很無辜 有的人覺得反正只要輿論 叫你要下台你就要下台 都沒有話說 可是民進黨怎麼雙重標準呢 當時的民進黨邱毅營 怎麼樣罵薛香川 拜託 當天他去吃 也不是吃大餐 吃粥 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麼災情傳出來 所以到底怎麼回事 董哥 我們現在的官員 我不是說馬英九的官員有多好 真的 我們對官員的要求就是 你最起碼 你給我像個人的樣子 現在這些人可以這樣搞嗎 8月23日淹大水 8月24日 總統正在參加黃新界音樂會 下午的時候 是 然後24日你也看到了我們的副總統 陳建仁他做這個事情 他去的時候 昨天晚上 因為有記者已經跑到獨家了 他知道被記者發現了 趕快發新聞稿道歉 這本來是個獨家變成大家都有 因為他發新聞稿道歉 那為什麼要交代酒廠說 你們一個禮拜以後才能PO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我這樣做不對啊 你如果現在PO了人家就講 你看有圖為證 所以要避風頭 是 可是他去之前他就知道 這樣的行為是不對的 那為什麼他還要去呢 想說我們前家好不容易團結 一家八口 對不對 然後憲政府來派車 讓他去玩 就這樣 所以我今天喔 32個人護衛著他們一家人 是啊 我今天已經跟金門的朋友講了 來 金門王告訴我們 對 我就跟他講 我們應該 他在旅行社他在安排一個副總統行程 對 對啊 因為他一到的時候 跟我們一般人去玩金門不一樣 他先一到去到碼頭 然後再坐船去小金門 從小金門玩起 這個玩法一定很特殊嘛 但是你看陳建仁他做這事情 他知道自己是不對的 我們在講喔 其實台灣社會喔 很多人在講不要口水 不要怎麼樣 可是你如果看這些官員 你剛剛對照的謝祥川 謝祥川是在還不知情的情況下去吃地瓜粥 對不對 而且他加班加了一整天耶 對 那陳建仁是在知情的 就吃一個飯而已喔 陳建仁是在知情的 就像我昨天在節目上講 台北醫院發生大火六天以後 衛福部長才從國外回來 從菲律賓回來 他不急著回台灣 對 陳時中他的心態就這樣嘛 然後我們這邊在淹水 立法院的院長他也不在啊 立法院是民意最高機構 他今天才從日本回來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整個政府 其實很多人不太在意嘛 那他覺得說這和我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什麼關係 你這行政團隊啊 是不是 這領薪水的時候 這個行政團隊都跟我有關係 要擔責任的時候 都跟我沒關係 你老百姓的死活 跟我有什麼關係 賴清德被批評 是因為他這一次說 反正下這麼大雨 就一定會淹水 哪個 哪個城市不淹水呢 可是他過去明明在台南市長的任內 他說淹三十年的痛苦 我花三年解決 未來都不會再淹了 或者大概十年淹一次 現在怎麼一年淹很多次呢 那陳菊也曾經在 高雄治洪池落成完 蓋好的時候說 高雄啊從此不會再淹水了 可是為什麼陳菊 他花了這麼多的錢 到今天逢雨就淹 這是八月二十八日 高雄暴雨 壽山動物園旁邊 光是鹿就攤了 你看鹿這樣子 一個雨 今天的雨也沒有很嚴重啊 嚴重的是屏東啊 怎麼會就這樣 怎麼會這麼不堪一擊 高雄舉債一千兩百多億 治水也花了三百多億 那你為什麼再搞了半天 不肯多花更足夠的錢 不肯把錢花在刀口上 到底高雄發生什麼事情了 今天淹成這個樣子 到處淹呢 葉委員 這個我看是老天在幫我們驗收 他的治水工程 是不是做得有到位 因為如果沒有這一場雨的話 他的所謂治洪池海綿寶寶 我們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有功能 沒有 我們並不曉得 結果花了上千億的 中央也補足那麼多錢 那麼多年來花了那麼多錢 那現在這場雨一下 把他原型都下出來了 我們才發現到 原來你治水池是口號 並沒有真正有做出什麼成績出來 你從高雄來 高雄到底怎麼回事 為什麼會越淹越嚴重 高雄一共他要做十五個地方的治水池 治洪池 那現在做了十三個地方 可是你不要忘了 現在你們只是注意到高雄市 高雄市淹得厲害啊 不是我的高雄市是包含高雄市 對 我說以前的高雄現在那個美農地區 對 現在淹得很厲害 越淹就是淹越多 有的以前根本就不淹水了 現在都淹了 所以在東門那一帶 以前他都淹那個菜市場市中心 現在連東門那一帶 地勢高的也都淹了 為什麼會淹 因為他所有的治水 高雄市所有的治水 是完全是政治治水 沒有專業治水 我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他怎麼做自洪池也好 或蘇峻也好 或是開闢新的水溝也好 他完全著重於那個選票的關係 而針對選票而去治水 那如果說你這個地方 並不是屬於他可以影響得到的 或是你這個民意代表也好 當初的這個鄉政長也好 並不屬於同一派系的 那你軍費你就要不到 當然就是如此 以前三十年來我告訴你 高雄市包括以前的高雄市 民進黨統治了已經三十年了 三十年來都是這種手法 你這個如果不是屬於他這個 同黨派的鄉政的話 你要不到經費的 你絕對要不到經費 這個是今天之所以水災會 騙擊這個高雄市 包括以前的高雄縣 會騙擊整個大高雄市的原因 就在於此 所以我說今天這個問題 這個水一下 把他的原型下出來了 那我必須要談一談你剛剛 這樣陳建仁那個問題 那工期適用 這個應該調查 這個不能就此這樣子混過去 雖然出來道歉 可是道歉的他前提一句話 說什麼他並沒有 副總統沒有責任 你本來道歉是想感受你的誠意 可是你前面一句說 他沒有法定職權 這樣子你的道歉完全沒有誠意 你還是在推卸責任 看看我們剛剛主持人你所說的 他對謝上春的要求 我們就會發覺到 他如何的可以待人 如何的寬以待己 他對國民黨是非常嚴苛的 我們不反對嚴苛 但我們要求的是同一標準 這個是我們要求的 不然的話民主政治是完蛋的 對 那所以我們選民 就必須把眼睛放亮了 他看這個政黨 他的作風是怎麼樣 任何一個政黨錯了就錯了 該下台就下台 該負責任就負責任 我們可不可以讓副總統下台呢 我們沒有權利 但是起碼可以讓我們的副總統 知道什麼叫做羞恥兩個字吧 當你的人民在受苦的時候 你在金門你真的玩得下去嗎 你的家鄉高雄淹在水裡面的時候 你在金門你喝得像那個高粱酒嗎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可是剛剛講到更可怕的是 原來高雄治水是政治治水 只要你的顏色不對 你連治水的預算都會拿不到嗎 真的會這樣可怕嗎 當地高雄的人真的會這樣想嗎 但是無論如何 為什麼台灣花多少錢 都沒有辦法讓你不淹水 越淹越嚴重 好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 舉個例子 過去在新樂客颱風的時候 台中縣的後風大橋的橋墩被衝斷 然後六個人罹難 2012年河川局貪圖案 第六河川局副局長謝瑞章等四個官商被收押 近兩年來水利署六七局河川局 承辦的十多件製水工程招標案 總共十幾億 涉嫌官商勾結 這光光只是一個河川水利局 還沒有講到縣市政府 然後2015年8月18日 又起訴一個副局長郭建宏 然後水利署第六河川局為了解決台南市 這次淹水的地方 台南市仁德區的水患 總工程經費的十億元 老百姓的錢和錢 中央給的錢 結果 港委勾西書紅套完勾 啟用十九天 就塌掉了 最後難檢症結起訴 發現承報商偷工減料 監工的人員也包庇施工的場上 所以一切都是政治跟錢 有政治有錢 然後老百姓的命就不在乎了 有花 我告訴各位 我剛剛稍微算了一下 從李登輝一九九九年一直到現在 我們花的製水預算是六千四百億 等等 六千四百億 只不過是十八年 你剛剛幫我們統計到的是六千四百 沒有 那我統計到去年 因為今年的質詢率它還沒出來 所以我不知道 我統計到去年六千四百億 請問六千四百億 花到什麼地方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各位去鄉里去看看 縣市政府的水利單位的人 那個科只有五六個人 請問他有什麼能力治水 都是中央錢下來 然後綁地方的裝 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綁地方的裝 對 所以這是不是就解決了你第一個問題 六千四百億跑到哪裡去 對啊六千四百億 你不能打水漂嘛 好 六千四百億跑到哪裡去